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网络营销模式,也就是通过众筹平台Peak Booster的联盟营销项目赚钱。 众筹,英文名称是Crop Funding,也叫做大众筹资。 是一种预消费模式,用团购加预购的形式,向公众募集项目资金。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他们可以向众筹平台提交项目,并设定筹款目标和截止日期。 然后通过互联网争取资金支持。 众筹往往由三大部分组成,也就是发起人、支持者和众筹平台。 发起人就是有创造能力但缺乏资金的小企业或者创业者。 对筹资者的项目感兴趣的,或者有能力支持的人被称为支持者。 连接发起人和支持者的互联网终端,就是众筹平台。 众筹项目必须在发起人预设的时间内达到或超过目标金额才算成功。 如果项目筹资失败,那么已获资金全部退还支持者。 筹资项目完成后,支持者将得到发起人预先承诺的回报。 简单地了解了众筹的概念后,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名为Kickbooster的创新众筹平台。 除了基本的募资和投资功能外,作为一名网络营销者,我们还可以通过Kickbooster的referral programs,也就是推荐计划赚钱。 为了帮助项目快速完成融资的目标,Kickbooster鼓励大家帮助推广各种类型的项目,也就是分享众筹项目的链接。 如果有人通过这个链接成为该项目的支持者,用户将获得对应众筹金额的10%到20%作为佣金。 而今天,我主要为大家介绍Kickbooster的推荐计划,包括注册的方法、推广技巧,以及收款方法等。 首先,进入到Kickbooster的官方网站,点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 你可以注册成为发布者或者推广者。 如果你想推出自己的众筹项目,就可以注册一个Project Creator账号。 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推广众筹项目并获得佣金提成,所以我们应该注册一个Affiliate账号。 点击进入注册页面,分别输入姓名、邮箱、密码,就可以申请一个推广者账号。 进入到后台,我们可以进行收款账号的设置,并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进行推广。 点击左下角Profile选项,并填写自己的PayPal邮箱地址,点击保存即可完成收款设置。 点击Marketplace选项,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正在进行中的众筹项目。 点击下方Boost this campaign,就可以开始推广这个项目了。 点击后,系统会为你生成一个推广链接。 进入到后台,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链接。 完成了收款设置和推广链接的生成。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推广这个项目了。 我以其中一个名为Lumos Firefly的项目为例,为大家讲解众筹类联盟营销项目的推广方法。 这个项目的推广佣金是15%,面向全球用户募资。 点击下方Viewer Media Kit按钮,就可以获得推广素材。 点击获得素材按钮,系统就会以Google网盘的形式,为我们发送推广用的图片素材。 Lumos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小型自行车配件企业,已经推出了多种自行车头盔和灯光解决方案。 而其正在进行众筹的一个项目就是Lumos Firefly,The Ultimate Backlight System,也就是自行车照明系统。 为了保障骑行者的夜间出行,Lumos Firefly推出了一款包含转向灯、刹车灯、同步闪烁的灯光系统。 而且安装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Lumos Firefly采用便捷的磁性安装方法,适合所有型号的自行车。 简单地了解的这个商品后,我们还应该整理Lumos Firefly的相关图片、视频、文字素材。 整理完成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推广工作了。 第一种方法,通过YouTube发布宣传视频。 如果你的YouTube频道和科技创新有关,就可以发布一段介绍Lumos Firefly的视频。 如果你没有YouTube频道,也可以开通一个新的频道,并上传推广视频。 视频的制作方法有两种。 你可以直接引用官方宣传片。 我们可以在众筹项目的宣传页面上,找到很多官方宣传视频。 你只需保存视频,并上传到YouTube就可以了。 上传完成后,在视频下方添加上自己的推广链接,就会有机会获得佣金提成。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缺点是没有竞争力,很难获得大量的观看和转化。 为了获得更多的观看量,我建议大家使用视频剪辑软件制作更详细的介绍视频。 让对此类商品感兴趣的观众全方位了解这个众筹商品,并加入到众筹计划中。 按照这个方法,你还可以在Kickbooster选择多个众筹项目,并通过YouTube推广赚钱。 除了YouTube,你还可以使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例如Instagram、Pinterest、LinkedIn、Twitter、TikTok等网站进行推广,具体方法可以参考本频道的相关节目。 第二种方法,在自行车论坛进行推广。 打开Google,搜索Bicycle Forum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很多自行车论坛。 选择其中一个名为BikeForums的论坛,这个论坛的人气是非常高的。 最重要的是,这类论坛都是可以加入超级链接的。 你只需在论坛中发布相关的文章或者回复,并添加上自己的推广链接,就会有机会获得订单。 除了以上推广方法,你还可以通过Reddit付费广告、Facebook群组、邮件营销的方法进行营销推广。 和普通联盟营销商品不同的是,众筹类商品往往没有上市,无法进行完整的评测。 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掘对众筹模式感兴趣的人群,以及对创新科技感兴趣的用户。 并把各种类型的众筹产品发送给这些潜在客户。 因为众筹类商品的金额都非常高。 如果能够使用正确的推广方法,你就可以通过免费的流量,并为自己带来一笔高额的佣金收入。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再见!